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訪美反臺後 第一個走出雙北站臺行程 就是到高雄挺市長參選人 柯志恩再次強調 柯志恩跟高雄的連結 宣布徵召當天 朱立倫公開稱呼 柯志恩是南部來的陽光女孩 被罷韓團體算嚇死寶寶了 朱立倫直求反擊 對性別的歧視 對年齡的歧視 在台灣的今天是絕對不允許的 這些人可恥 柯志恩離開高雄的時候 是陽光女孩 再次回到高雄 是陽光女孩的媽好不好 陽光女孩議題發酵 來應浩浩蕩蕩 把高雄市長提名人 介紹給基層 對手高雄市長陳其邁 上午出席左營運動中心開幕 頗有挖左男票倉一位 這個對我們來說 這裡是我們的家 那我們就要把我們的家顧好 這個部分我們是毫無擔心 而且我們這邊有這麼多 在地立委或是新任的市議員 他們都會一起來 跟我們一起來守護 柯志恩有來應過半議員當靠山 陳其邁則有穩固的執政優勢 高雄市長這一役 誰能先主導選戰節奏 還難分宣制 近新聞謝嘉玲 杜映傑採訪報導